你们说 你们说正点原子的UT70测试仪的测试精度是有精细还是有惊吓 我们现在对电压电流的测量精度测量极限 还有采样的动态极限做一个测量 说明书上说测试的电压是0到28伏 电流是正负7安 精度都是在千分之一 我们要去验证一下 我们先给一个5伏 1安的电流 输出电压 启动负载 微调一下 现在输出电压的读数是5.005伏 UT70读到的是4.993伏 我们来看电流 电流我的表上是1安整数 UT70读到的是1.003安 小数点最后一位一直在跳动这个是有文波还有外界的电磁波干扰 然后把电压提高到9伏 微调一下 电压表读到的是9.006伏 UT70读到的是差不多9伏 表上的电流还是1.001伏 UT70读到的仍然是1.003伏 没有变 把电压调到20伏 电压表读到的是19.988伏 UT70读到的是19.988伏 电压调到的仍然是1.005伏 它差不多 换一下量程 我们测28伏 微调一下 电压表读到的是28.01伏 UT70读到的也是28.01伏 电流没变还是1安 1.003 现在我们看一下极限电流 把电压降到5伏 去测极限电流 直接把负载的电流调到7安 现在表显是5.009伏 7安整数 UT70的读数是4.91伏 7安 7.028安 还是和刚才测量的结果一样 电压偏小 电流偏大 卸掉负载 关掉电源 它的说明书上面没有说它的采样率能达到多少 但是从它的上位机这里可以看到它的采样率从1秒4次10次50次200次500次1000次 我把这里设置4的时候 UT70这里也会显示4 我把上位机调到1000 UT70这里就显示1k 从这个参数看 那它的最高采样率就是1000次每秒 按道理最高可以分辨500赫兹的信号变化 你们猜一下它能够分辨多高频率的电压和电流 我打算给UT70送入一个从5伏变化到9伏的正弦波 频率从500赫兹开始减小 直到我们在UT70上面能够清楚的看到是一个正弦波 先测电压 现在是500赫兹 这个频率下没法分清楚波形是一个正弦波 我们得降低频率 降到300 300 重新测量 降到300以后 要好一点 能基本看清楚波形的样子 但还是不是很清楚 降到200 重新测量 停止 要好一点 频率 频率减到100 重新测量 这个波形比刚才好很多了 所以从这个波形可以判断 UT70在测量电压的时候 电压波动在一两百赫兹是可以分辨的 不过对于测量充放电来讲 电压变化也不会这么快 UT70的电流检测在正极 我们把它直接夹到正端来测量它的电流采样 关掉电压和功率 关掉电压和功率 重新记录 现在的频率还是100赫兹 从波形上看 100赫兹的电流变化也是可以分辨的 把频率提高到300 重新采样 和刚才测量电压的结果一样 频率达到300赫兹以后 分辨处的波形就会有比较大的湿帧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UT70在电压电流变化频率在100-200赫兹的时候 是可以比较清晰的分辨的 所以UT70对于测试手机 还有充电宝的充放电来讲 是可以达到比较高的精度的 但是千万别把UT70当作试波器来用 因为它1000赫兹的采样率 对于测试波形来讲 简直就是捉襟见肘 好了 我是机电匠 我们下期见